前公正道副主席拉斐兹创办的民调中心INFO 成功预测了西蒙会在第14届全国大选入主布城 那他们最新的民调显示什么呢 显示马哈迪和西蒙政府的支持率已经跌了很多 每个族群的支持率平均掉了大概20% 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生活成本和兑现大选承诺方面 那首相马哈迪他怎么回应呢 早前拉斐兹所公布的INFO民调显示 人民的首相马哈迪的满意度 在过去六个月从原本的72%跌至53% 那马哈迪是不是也认同自己的支持率正在下滑呢 针对这一道问题马哈迪也趁机业余拉斐兹一番 马哈迪看来也没打算 要否认这份民调结果 而他在吉隆坡出席苏丹阿都哈密校友会晚宴时也表示 有太多外国人居住在马来西亚 单单是孟加拉人就接近200万人 而外国人之所以会大举来骂 是因为本地人抗拒从事劳力工作 马哈迪更以幽默方式嘲讽说 本地人不但失去工作机会 连结婚选对象的机会也少了 此外马哈迪也在活动上表示 为了国家的发展 人民应该学习英文 掌握好英文 同时他也表示 现有的学校课程太着重于宗教课程 忽略了其他科目 政府将会重新检讨教育制度 以多元教育培养出有素质的毕业生 Malaysians must be well educated not only in baca doa tapi juga in other languages if we don't we are going to be very backward